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來呢大家一定很想了解說 我們這一次到底會想 炒亮什麼樣的方向的一個好處在帶給消費者 大家其實現在為什麼好想在做 有很多人更有很深的體驗 現在很多人不管是尊嚇啊表達 都要用圖像來記憶 不管是video或者是拍照等等方式 來跟大家做交流 記錄自己的心情來做分享 因此一隻好的手機呢 它必須徹底融入你的每天的生活 而且讓你隨心所欲的去使用它 沒有任何的顧忌可以放心的操作 那首先呢最常做的就是 就像大家現在做的到動作 拍照一定是避不了 吃飯要拍照 出去玩要拍照 工作要拍照 無時無刻照相錄影 都在記錄我們生活中的點點滴滴 因此在過去我們去年推出了雙鏡頭 那今年我們有什麼驚喜呢 大家可以先看到我手上這隻是S9 Plus 它有雙鏡頭就跟NOVA一樣 有上面的光角鏡跟下面的圓居鏡 那我們的S9的話是單鏡頭 但是沒關係 不管是我們S9或S9 Plus 都有以下接下來的精彩功能 首先 大家可以看到 雙光圈 那可以看到中間這個圖像 就是在我手上的S9 Plus上面這個光角鏡裡面 它是單一鏡頭裡面 就有雙光圈 南瓜的F2.4跟F1.5 可以看到它是依照環境光源 手機可以自動判定去切換 要用哪一個光圈來做拍攝 所以可以看到它是硬體光圈的變化 所以等一下大家試完手機的時候 可以看到 如果我們在專業模式下 甚至你可以手動去調整 就可以看到我們鏡頭的一個光圈的變化 所以呢 想要輕鬆簡單拿起來就拍 就用我們自動模式交由手機來幫你判定 現在最適合的光圈大小 但是喜歡自己玩相機的朋友們 這個是目前業界市面上 唯一可以手動調整光圈的手機 所以呢 大家知道大光圈可以拍人像 或者是夜間的時候拍攝 可以提到公園 都可以因為我們的雙光圈 讓你享有畫質優異清晰度高的好照片 因此在光線衝足的時候 你比如說在海邊啊爬山啊拍建築 你不需要邊邊角角是模糊的 所以你需要用F2.4 來讓你的前後景更清晰 可是如果你要拍人像的時候 或是低光園的時候 F1.5就是最好的選擇 所以我們等一下現場也有 可以酒吧讓大家去做一個體驗 再來呢講到夜拍 夜拍機皇不是較假 從S7之後 我們對於光圈上的要求跟品質上 一直逐漸的提升 去年我們做到F1.7 大家已經對S8效果驚豔不理 今年我們更提升到F1.5的超大光圈 而且在多重點像疊合技術 也有再提升 因此整個成像體質比S8還好上60% 你看S8的精彩程度大家已經覺得非常的驚豔了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S8效果驚豔 在多重點像疊合技術的時候 是疊三到五張 然後大家就可以發現 雜訊已經大幅的降低了 可是當我們用S9的時候呢 在你按下快門的那一瞬間 因為我們的Sensor裡面本身有獨立的DRAM 讓它很快的可以去運作 連拍了疊合了12張 所以大幅降低了30%的雜訊 因此夜拍的時候大家會在意的 我白是不是白 黑是不是黑 在S9我們只有在進一步的提升 那講到拍照生 是一群喜好的同仁 又有更大的一群消費者 每天在做什麼 上班要聽音樂 下班休息的時候要聽音樂 無時無刻 都在享受影音媒體的一個資訊內容 因此好的影音媒體也非常重要 首度三星在我們的手機上面 做了雙喇叭 過去的情節已經都沒有 但是這次雙喇叭 要做就要做最好的 我們整體的音量 是相較於S8提升的40% 在硬體設備上這個雙喇叭 是有金頭國際大廠AKG專業調校 所以我們這盒內附AKG的耳機 我們現在在硬體規格上 直接是AKG調校的雙喇叭 而且影音上面的軟體的部分 我們搭配了度比音效 因此等一下大家可以使它實際體驗一下 可以撥起來的感覺 左右聲道立體聲道 整個聲音就環繞在你的四周 非常的享受 拿在手上就很像一個掌中聚樂 不管你是個人在看 或者是跟朋友一起看 是非常的享受 所以誰說手機沒有好音樂 S9就帶給你不一樣的體驗 那除了影之外呢 看之外呢 也很多人喜歡自己拍影片 只是拍影片 大家最大的恐怖是什麼 拍了很多 可是很佔記憶體容量 那我們這次呢 可以拍WRHQ RUOSPRINZ的影片之外呢 增加了兩倍的細節 是它的儲存容量需求 降低了40% 所以是省記憶體空間的 為什麼呢 因為Codex是採用 HEVC H.265來做 因此我們在整個影片上 你可以看 你也可以自己錄 而且相對降低 記憶體容量的一個需求 那除此之外 很多時候我們在Social平台上 都在分享一下 有趣的內文 或者是感動的時刻 照片的故事性很不夠 所以S9也要帶給大家更新的體驗 比如說我想 在座應該很多人家裡有養貓吧 那最喜歡對貓做什麼 就是大家都有逗貓吧 大家都知道貓很容易 主要是逗貓吧 可是要怎麼樣捕捉到它 追蹤的那一個瞬間呢 大家比手快 這太累了 所以這個部分就有S9可以來辦到 怎麼辦到的呢 我們接下來來看 所以很療癒吧 接下來學起來就可以回家 拍自己的窗戶 我們有一個陷阱快門 透過我們的超慢動作 超慢動作的功能裡面 我們有一個陷阱快門 可以把它放在 你可能預期會發生動作的位置 那像比如說寵物啊 小孩啊 或者是運動 有些運動 比如說跑到終點線的那一刻 或者是玩滑水道 衝下出來 落水前的那一刻 是不是都很難抓那個瞬間 但是我們有陷阱快門在那裡 只要目標進到了我們設定好的陷阱區域 手機就會自動開始幫你陷阱 慢動作攝影 捕捉那瞬間的精彩 而且剛才只看貓那樣 他是當下拍的一個背景團靜音 可是有時候好像就少了那麼一點氛圍 那我們說我們的超慢動作還是一種氛圍製造機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會自動幫你在開討當下就幫你配樂 那配樂如果不喜歡呢 內建有35手可以自己選 還不喜歡我手機有組愛的 或者類似的 也不喜歡 所以有租業以後 感覺都不一樣 另外呢 有時候抓的比較長 比較短 這個筒子呢 可以在你開網站下 你用拖衣就可以去剪輯它 非常的方便 那想要酷手搞笑 比如說有人不小心跌倒 或不小心被球砸到了 你想有三種趣味模式 有種是順向的慢動作 但是我們也可以拍完一段以後 透過我們的手機 自動變成反向的 所以覆水難收不會啊 這邊水就收回來了 好像魔法一般 或是來鬼模仿 那想像這些趣味 再加上音樂 會變成什麼樣的感覺呢 今天如果下雨 大家要出門是覺得很煩 突然發現 在雨中透過慢動作 加上音樂以後 就有一種神機掰的一個氛圍出來了 或者是今天男女朋友要求婚了 什麼一個簡單的新娘抱抱起來 哇 立刻浪漫的場景就出現了 就是求婚加上這一段 整個當下點頭的成功度就增加了 所以透過我們的慢動作 加上音樂 加上這些氛圍的塑造 讓你們生活就很有趣 這種傳上去 就是再頻繁的東西 也可以變成很神奇喔 那或者是 比較愉快 自己好像拍個做菜的廣告片 這樣邊拍新年炒菜 大家趕快回來團圓 是不是這樣PO上網 或者分享給你的老公親朋好友 趕快來家裡做客 所有的菜都變美味了 隨手自己邊拍邊做 就有一個自家的廣告片就出來了 所以其實這些音樂的搭配 是我們這次慢動作很重要的一個重點 讓你可以去塑造你所想要的一個情境 另外呢 其實在很多 大家平常用一些Messenger啊 傳來傳去 都是利用貼圖來表達自己的心情 可是其實呢 貼圖畢竟不是自己嘛 你要怎麼傳達你當下憤怒 開心有淚的情緒呢 最好就是有自己的一個小分身 我們呢 透過虛擬人偶這個功能 只要開啟相機自拍打開虛擬人偶 立刻創建自己的一個小分身 我想大家等一下 應該很有興趣自己的小分身會長什麼樣子 創建完之後呢 同時S9會直接幫你create 一群個人的貼圖組 裡面就難過了各種的情歪的表情 那你就可以比如說在Facebook Messenger 即時對話的時候 一傳你的開心喜悅等等的表情 那有多開心呢 我們來直接看手機一下 我只要切到相機的畫面 然後選自拍 那我們上面就可以去選擇 去做自己的一個人偶 那我剛剛已經有先見一個自己的 那你可以做表情 我可以錄製之外 我其實如果想裝可愛的話 也可以用可愛喔 呼呼抓眼 嗯嗯 你可以用一種不同的搜尋方法 你可以錄影 然後也可以創建貼圖 那我們來看看我們 剛才已經創建完的貼圖部分 它會在我們的瀏覽器裡面 它會在我們的瀏覽器裡面 這個就是拍完它自動版床 你可以自己錄 懶得錄的話就可以用現成的 就各式各樣的 所以怎麼用呢 我們今天比如說Facebook 打開 好 不要用 傳給我們另外一位 PN Josh 然後只要點 平常鍵盤輸入的地方 按貼圖 就可以去選擇 不同的表情化 所以傳出去完完全全就是你本人的一個真實表情 那基本上它是透過掃描你整個臉部的特徵 然後變成一個3D的動畫 所以我們等一下那邊也有體驗去搭 應該很好奇自己的小分身會長什麼樣子 那再來呢 其實用手機有很多時候求的就是一個方便 那怎麼個方便呢 又要安全又要快速的解鎖方式 像很多人都覺得我們的紅膜辨識非常的好用 因為真的世界就是獨一無二 可是呢 如果在烈日強光下它可能會干擾的辨識程度 因此我們這次除了紅膜辨識之外 我們更 讓手機更聰明 它是雙生物同步辨識 所以你一次輸入你的紅膜跟你的臉部 那在手機在自動判定 你一到公園換取它會自己抓 判定現在要用臉部解鎖還是用紅膜解鎖 加快瞬間解鎖速度 那臉部解鎖有什麼問題呢 第一 晚上拍不到 第二 最近大家流感很多人戴口罩 然後就路上看到有些人用臉部解鎖 要做一個用手機還有一個動作 先把口罩拉下來然後再拍 其實那個動作太搓 所以今天我們有紅膜有臉部解鎖 同時並肩的情況下它會自動抓 所以瞬間解鎖 不再受環境的一個明亮度的影響 也不受你的造型影響 要戴口罩 要戴眼鏡 要戴帽子隨便你 所以不要連紅膜都遮起來就好了 所以其實這一次我們在這個安全性跟方便性 是做一個更大的結合 那身為第一支三星在上市的旗艦記 當然應急規格也是一時之選 這是我們三星第一支支援5CA的手機 那整體的話我們的速度 效率速度是S8成長的20% 所以包含我們256.4 by 4.1 等等的最新規格就在我們的S9 另外我想很多人現在也剛出國旅遊回來 或者是回鄉拜年回來 旅遊旅程過程中陌生拜訪求人 怎麼說呢 今天就算到國外 我們有時候看到招牌 其實你可能很難字典輸入 或者是我們過去的Bix Division是 你要拍下來 然後再去翻譯它 好像都有多一步的動作 我們現在最新的即時翻譯 Bix Division的方法是 你只要開啟Bix Division 對準你要拍的目標 不管是招牌 餐單 還是報紙 對準的位置呢 它就會自動編識 要從什麼語言 然後翻到你指定的語言 所以這個是牙醫的意思 那如果是台灣版本的話 你選翻中的話 它就會在牙醫 在同樣的位置的地方顯現 所以完全不需要轉換的動作 再來呢 很多時候 我們在一個陌生地方 即便在台灣我們也常去一些地方 但是不確定附近有什麼好吃的 這時候不求人就是因為 哪是我們的Bix Division 環繞你的四周 你就可以看300公尺內 有什麼商店 有什麼樣的餐廳 立刻就像畫面上的 那個綠色的圈圈球球 在那邊 連開就有相關的餐廳資訊 那往下呢 可以發現什麼 我們現在有時候人家出去要 叫計程車 忘記這裡是哪裡 往下立刻就告訴你 Google Map的位置 以及這裡的地址在哪裡 那出門天氣 不知道是怎麼樣 網上就會展現出 今天的天氣跟溫度 所以怎麼看呢 我們來看一下手機的畫面 很簡單 我們一樣開啟相機 我們先切回去 自動模式 在左下角有個眼睛的符號 就是我們Bix Division的符號 點下去 低點 那當然 好 根據別人是有關係 好 大家可以看到那個方向 我現在很千里眼 我就可以看到 300公尺內 有哪些類別 可以篩選 我可以穿透 那邊有個紅烏牛排 點開來相關的資訊 甚至地圖 然後搜尋專網 也也分享等等 都可以 好 所以不同的畫面都有 那往下呢 等一下出去 我們大概 那現在是在地下室 但是大概 我們現在的地址位置 然後地圖都會出來 往上呢 就會顯現天氣 好 所以今天如果是去國外旅遊 欸 我不知道要怎麼跟我的外國朋友 告知 我現在玩到哪裡去了 需要他來跟我會合來接我 不用 太力下 就是一個麻煩你到這裡來找 他找你應該比較快 所以 其實旅程出國都不求人 就 可以翻譯 可以找餐廳 可以定位 可以知道天氣 好 那 這麼樣多的東西呢 很重要就是隨時隨地都可以用嘛 所以IPO8房 水房程式必備了 讓你全天候都可以輕鬆使用你的手機 那整個三星的生態圈其實我們一直不宜 愈烈的在推廣 除了我們Virable的相關系列之外 Sansom Pay 大家在S9也是有支援的 那我們現在的Sansom Pay 不管是會員他 或者是銀行的合作等等 越來越多的 郵會跟服務的便利性提供給大家 出門只要帶S9 現金也不用帶 刷了 逼了就可以 行巴克他會帶著走 那我們這次DEX 我想去年的DEX 大家頗受好評 這次有沒有再升級 它變平了 一個長方形平的 所以攜帶更方便 那變平的原因是什麼呢 第一 它插著手機的同時 它還可以快速充電 第二呢 插上去一樣 UberHDMI可以支援我們的螢幕 而且這次可以支援到WQHD的解析度 第三呢 好處是什麼 手機本身的這個螢幕 可以變成鍵盤或者是滑鼠 就是TouchPay的概念 那這個部分好處就是 向我猜疑需求的人 只要手機帶著 我們的DEXPay帶著 全世界趴趴著到飯店接上螢幕 免帶滑鼠免鍵盤 立刻可以隨時編輯文件 或者是使用你的E-mail等等 所以同步又可以充電 所以不管做什麼都可以輕鬆愉快 又不斷電 那另外這次我們的配件 非常的有質感 你們今天有沉澱在旁邊 可以看到各式各樣材質 新的配件 也很值得大家去把握一下 那以上是今天我們 跟著我們的心意 F9S8 來做一個點線 飛行機 也沒關係 不值得 每一次都可以 那時候 chúng這場 解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